资源回收站工作人员正在操作机械大爪子 这时一位骑士载满了纸箱子等回收物准备卸货 结果大爪子就这么勾住他的头 整个连人带车倒地 他挥手呼救 旁边也有人要司机赶快停下来 骑士虽然戴着安全帽 但还是痛到在地上挣扎 司机赶紧跑下来看 证明骑士他还站得起来 但手抱着头看起来有被假伤 其他人上前关心他的伤势 幸好伤势不严重 人清醒也活动自如 没想到载着回收物去资源回收站 会被机械大爪子夹到头 而这事件就发生在南部地区 事后这名骑士可能受伤无大碍 因此没有通报警销 但回收站确实大型机械多 要非常小心 就是这种大爪子在回收站都能看到 方便业者整理大批物品 只是一般有在卖回收的民众 像这位阿嬷长期整理 他说去回收站的时候 绝对要离大车远一点 因为只要是专业在处理回收物的业者 都一定会使用大型爪或是机器来帮忙压缩 加上民众再来的回收物 有一些量多体积大 但还是要提醒民众去回收站时 可以分批载货 并且远离大型机械 才不会像这一次 歧视都还没来得及卸货就被假伤 TVBS新闻赵丽高雄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